白色轎车右转后就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这时候撞上正在走斑马线的女子 没多久她穿着短裤拖鞋 被人一搏一搏的扶到旁边休息 被撞的不是别人 正是玉女歌手杨玲 伤到她的左倾 对 所以她像脖子也不太能动 下午开心从咖啡厅离开 步伐轻松 看得出来心情相当不错 没想到好端端走在路上 遭到突如其来的追撞 肇事驾驶声称 没有看到杨玲才会撞了上去 玻璃心 巴黎年代的国民情歌 有永远玉女称号的艺人杨玲 今年已经50岁 退出演艺圈多时 潜心作画当艺术家 28号下午2点 她在住家附近行走时被撞飞 左侧倒地脖子颈部都有伤势 头部无法自由转动 伤势需要再观察 目前已经回家休养 我们到这个程序上 都会对双方当事人发生事故的话 都会依规定做决策 可是她有被A座挡住了 所以才没看到什么人都经过吗 这部分的话 那我们还在理性当中 我在从事演艺工作 我就很喜欢运动 一直延续到现在 杨玲五年多前上节目 身材脸蛋保养得宜 演艺圈朋友不多的她 近期几乎没有公开活动 杨玲投身艺术还到神学院念书 过往曾和棒球选手陈奕信传出绯闻 不过时钟未嫁 现在和家人同住 意外车祸让资神玉女歌手 再度跃上新闻版面 记者综合报道